OK 家长们你们好 接下来我也讲一下大提琴的知识 首先大提琴坐下来的时候 叫什么 两个腿分开 两个腿分开后把琴放在两个腿的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下面是有一个支撑杆的 那么支撑杆能看见这个支撑杆吗 可以 好的 这个支撑杆就要调整到一定高度 那么这个高度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琴的这个客户这个地方 弯曲这个地方正好是在膝盖 在它的下方一点点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正好的 整个琴放在 那琴的肩是应该靠在胸的 那我基本上比我的胸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这个琴对外来说是有一点点偏大的 那么 那么并不影响就是刚开始初学的 这个叫什么 我们拿孔玄的练习不是太影响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琴头这一部分呢 正常的是应该是在耳朵的后面 在这个耳朵的位置 那刚刚我说过这个琴头耳朵的偏大 所以说它呢 就高优的耳朵了 所以对孩子来说是应该正常的尺寸是那样子 好吗 然后呢 之后呢 基本上琴就这样 然后琴呢不要完全就是说平面的对着前面 琴稍微往这个方向倾斜一点 往你弓拉的往你右手方向倾斜一点 因为到时候你要拉出来 不太做啊 那方向稍微倾斜一点 那么对演奏者来说 它到时候拉起来更加轻松一些 好 接下来把镜头推进 把镜头来镜头推进 拿下来 好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握弓的知识 握弓的知识对到这里 握弓的知识呢 我们的手呢 看好了 四个手指呢是分成分开状的 分开状态 小指不用指尖 我们要这样顶着的 小指 好顶住 然后呢我们这边的大拇指呢 是 还是在披露这个位置 稍微有一点点弯曲的 稍微有一点点自然弯曲 slightly curve ok 不是很 curve 也不是直直的也不行 稍微有一点点弯曲就ok了 那么这个手工呢 可以很自如的在这个琴弦上 这样拉走 好吗 好 这就是大体型应该初学的时候 这些知识 基本上就是这些 好 谢谢